新聞宣傳我們先來關心家紀企業消息 春節將要來到各項春安工作已經落縮頂開 家紀市政府以及各界為著感謝京憲肖峰人員 以及合憲民力的辛勞和務司委訪憲 適合暗時由市長公民會和市議會議長鄭鳳安 以及市議員全都委員顧部署企 並且遞進春安的委員聘 對所有參加春安工作人員 貴姓春節家紀表示感謝各位 2月10日開四到2月16日就是存在連席家紀 有感派人可能在連席家紀做派對事 看上更多賣場 家有戰也只是面臺進行犯罪 你存在紀元整體警察人員 小翁人員跟憲兵 明洪 宜久 宜肖 希望相助對訂這件人員 不怕辛苦到立體案為何工作 你為感謝這件人員無所奉勸 該市長民會和議長鄭鳳安 四月晚上特別前翁哥派出訴 小翁隊為問這件人員 表達感謝各位 春節是我們國人最重要的活動之 最重要的節日 這個節日是家家的團圓 但是呢 今年我們所遇到的是比廣寧更嚴酷的挑戰 那就是今年有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 我想我們面對這樣 但是我們該做的工作 絕對沒有少過 所以特別感謝議長議員 以及各單位 大家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實質的鼓勵 精神的鼓勵 全部都有 你占對發行在青年街 所加工廠大會事件 市長民會表示 大會一直到現在要在做 省後工作 好加在透過大家的努力 把順勢感到最多 雖然環保教以及上官單位 也做了聯合 K渣病開發 也希望上官單位可以驗斑 讓全體市民按基路業 安心過生活 我們最不能夠容許的 就是非法的工作 在我們這個嘉義市局裡面 尤其我們看到 這麼大的一個塑膠一個廠 這樣的一個廠呢 在這裡讓我們的整個空污 是非常的嚴重 這個是難以忍受 雖然我們無論在環保局 在我們甚至呢 我們相關局處都有要聯合的機場 也被我們做了開的罰單 我們甚至呢 在這裡毫不放過 但是呢 很遺憾 昨天的這一場大火 真的燒了 讓我們的空氣 真的是更大的汙染 我覺得在這裡 明天有相關的單位 我們希望能夠延辦 能夠讓大家知道 這一些不法的事情 或者不該做的事情 我們絕不鬆懈 這張明天在存在人家來臨前 特別前往委門 參與存安 港洲人員 讓民眾感受這篇另外的大新服務 竟然出民眾信賴和支持 廣東建國全民共享 世代儀器的幸福家庭 讓市民可以平安 快樂歡樂 存在咖啡 先想到明天的七彩虹 不得 謝謝大家 旺TV行動客服 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 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 電子帳單 發票 即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一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 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